大家好,又来到五间总结这个环节 我们先来看看内地半日收市的表现 今天户心粮市受到昨晚美股大跌之后的影响低开 随着食品、电力、金融板块表现活跃 带动粮市快速反弹,而且持续上升 但户子上升到60天线附近出现了阻力 板块方面,保险、食品、汽车、3G、酿酒等板块升幅领先 而环保、地产、娱乐、水泥等板块跌幅最多 三大指数半日收市是个别发展 上证组合指数半日升少于1点 报2468点 深圳城市跌21点 报10459点 护心300升2点 报2697点 再看港股半日收市的表现 恒指半日跌280点 报19584点 成交额方面有343亿 期指半日跌211点 217点 低水17点 报19568点 成交量方面有5万多张 国企指数半日跌169点 报10343点 接下来我们再看南筹股半日收市的表现 汇控半日跌1.75 报68.15 众移动升了7 报75.35 中网方面跌5仙报2.77 公网跌1.4 报4.8 建网方面跌8仙报5.73 港交所跌2.6 报131.5 新地跌1.107.4 长十方面跌2.65 报95.1 中银香港跌3.2 报18.46 国寿方面跌5 报20.02 跌2.25 中海油跌6.2 报14.64 中石化跌4仙报7.4 中国铝业跌1.1 报4.23 中国海外跌7.8 报13.8 腾讯跌5.2 报177.9 再看市场方面的数据 中国官方公布了10月份的中国 PMI 指数 指数是50.4% 按月回落了0.8% 交市场预期信息 而指数已经经历过过去两个月轻微回升之后再次下跌 但是继续保持在50%以上 亦反映了第四季的经济增长依然有继续下调的可能 亦估计全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保持在9.2%水平左右 同一时间 亦见到汇丰公布了他们的中国10月份的 PMI 指数 中值是回升至51 是略低过市场预期 但是就是已经连续第3个月 是低过50个水平之后 是第一次回复到50以上 亦都是5个月以来最高的水平 好 我们现在将时间交给NICOLE 继续看下本日收市的表现 好 谢谢Lisa 我身边的嘉宾就是要财政圈的分析员王伟豪Wafi Wafi 你好 Wafi 刚才Lisa 说到官方的 PMI 数字 官方的数字来说就是有所回落 但汇丰方面的数字就是有所回升 另外有几间大行都公布了份报告 讲到这个 PMI 数字 野村就讲到内地的 PMI 数字下滑 只是因为季节性的因素 不是经济的疲弱所造成 而澳新银行方面 或者讲到内地 会下降中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鼓励向中小期多些贷款 而美兰方面 讲到内地的 PMI 差过市场预期 但经济仍然在软着陆的轨道上 但见到今天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就稍微靠稳 亦都是个别发展 你又怎样分析 PMI 的数字 对 如果说到 PMI 数字来说 的确 无论官方公布的 或者汇丰自己公布的 相对来说两个走势上有些背驰 但整体来说 就算你说撇除自己对大行上的看法和不同意之外 自己的看法来说 都对整体数据来说 未至于太过差 先讲官方的数字 虽然来说较于其为之低 但怎样都好 都叫50楼上 都依然叫做一个确出的水平 再加上来说 看回一些详细的数字 特别当中的扣进价格指数来说 有个大幅度的回落 意味着这些前瞬性的数字 意味着什么 正正看回这个数据 特别扣进价格指数来说 意味着来着 内地通胀来说 应该真的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舒缓性 所以正正回顾 一个舒缓性出现的时候 另一边相意味着中央重紧的政策 有机会 不加紧 或者慢慢有微调放松 意味着 正正使出现这个官方数字 是靠月期为之差 但来说整体内地股市 仍然能升 我觉得正正有这个因素 让大家充敬着来内地一定有一个放松意味着 接着另一边相 看回汇丰的PMI数字 这个又看到些什么 因为这个数字来说 主要针对的一些 调查的对象 是一些比较中小企的 从来想这个数字回升 也正正意味着 中小企的製造业 其实扩张的速度 或者预期性 是有个扩张性出现的 再加上这些 正正可以回顾 或者回饋之前说的 内地方面 未来都想 鼓吹中小企的借贷 或者融资 等等的活动 去频繁 意味着 向中小企的发放 宽松性 有一个加大意味的 所以这个数据 正正可以看得出 这件事 就是未来有机会 中小企方面 相关的制造业活动 或者借贷活动 有机会增大 所以我觉得两者来说 虽然整个数字上 无论官方好 或者个别中小企 那个汇丰数字都好 是叫做双倍车 但我常常看到的 都是一样 我觉得都会看到 意味着内地方面 真的有个慢慢 是可以叫做放风的意味在 甚至就算不放风的时候 都未必会继续加紧政策 是的 其实大家 现在不少人预期 又或者大行 又或者市场人士都预计 如果内地缩银筋的话 最普遍的政策 都可能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 多过在 调控楼市方面 有一些 放松的政策 在 其实会不会看到 你的预期 是否都是觉得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 机会大 是否内人股 都会受惠多过内房股 这方面的话 我都会觉得 暂时看回因素上 都觉得 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怎么这么说 内地来说 如果真的要放风 可能刚才力够带到的 从楼市 或者从一个 存款准备金去到控制 即是要调降的时候 为什么说对楼市方面 未必那么快松绑 因为一来的话 正正早几天 一种说话 都会见到 暂时都叫坚定不移 去调控楼市 再加上来说 楼市都会看回过去那么久 当很多市 存回有机会放风 或者不再收入的时候 楼价应声就弹起了 所以见到 波动性 或者活跃程度 依然非常之强 所以都会怕这一下 如果真的叫从楼市出发 放宽楼市的调控 会令到内地楼市的价格 又再涨得很厉害 即是非常之厉害 虽然某程度上 可能到时 又会变成 之前做的动作有少要白费 所以我觉得 在楼市方面 减那个 调控力度 的确这一现阶段 就叫可能性比较低 只要你另一边商 条款准备金率 我觉得的确来说 如果你要放宽的时候 都真的可能会从这方面 调低准备金率去着手 特别是一些 商业银行 中小企银行 只要调低的时候 都意味着可以加大 另一边商 中小企的借贷活动 或者流动性比较高 所以要做的时候 我都真的会觉得 从条款式 调低准备金率 可能性比较低 楼房的调控力度 另外我们看看 大肆表现 看到恒指半日跌了280点 半日收报19584点 其子方面跌217点 低水17点 今天半日成交额 只有343亿 看到成交额 就回低 调回 其实恒指半日表现 你又怎样分析 如果说到今天 恒指表现 的确在现阶段 成交较之前来说 上星期为止低了一点 但其实低不是今天 已经出现了 昨天来说 成交率相对比较低 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某常说 始终在上星期 或者之前那阵 由低位 216,100 这个区间开始 抽升到大概 20,300 20,400 这些价位 短短一个月左右 大半个月 抽升了那么多 怎样来说 大家戒心 都越来越重 或者要看的 流行数 可能都觉得 已经反映得七七八八 所以某常常在再没有 一些好消息憧憬之下 特别是欧债方面 而且来说 大家可能看到这几晚 又再可以吹风 是就是峰会方面 有一些好的方案出了来 但是来说到这刻为止 詳情或者落实效果 都叫做未知数 或者叫做未有详细的方案 看得到 所以大家来说 叫做之前炒完这几次的 憧憬也好 方案消息也好 炒完之后 没什么好的 新的消息跟进 或者可以令我 推升的时候 也借势 在这些位置 稍为整股 我觉得问题其实不是太大 或者暂时的黑体 都不用看太悲观 只要来说 未来我会觉得 下一站 调整到什么幅度 或者去到什么水位 我们有机会来说 先先应该会试回 50线线 大概1900点这些区间 如果我觉得短线来说 大家想入市 看回这个价位 才做回 现阶段这些价位 适宜官网多一会 等它落到1900点 才考虑会否好些 好啊 谢谢Wafi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回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个有持有 没有的 谢谢大家 下午1点半 恒指开示的时间 会再和大家见面 稍后见